入夜後,消防人員繼續在土國環碼頭圍到唐柳倒臨現場 用大型化泥機配合人手、搜索和清理 晚上先後發現兩名失蹤者的屍體 其中一名41歲的男子大約在7時被發現,當場證實死亡 到了晚上8時多,消防人員在壓力中發現另一名失蹤者的屍體 經過兩個多小時,到10時半後才抬出 估計還有兩個人被迫 警方現場設置停屍間被親屬認屍 由於擔心在右倒塌危險 工作人員到場對旁邊的一座樓宇結構進行鞏固工作 搜救行動將會通宵進行 另外當局開放紅磡聖像堂和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心 安置受影響的居民 行政總會責任權晚上到聖像堂社區中心探望居民 他說民政署、社署和警務署的人員正在協助居民 會逐步幫他們解決住宿和上學等問題 登記好之後,關於住宿、審問者上學等 食飲,逐步逐步我們一定要安置得好 因為突然有些事件不好人想發生 我的同事現在是民政事務處、社會福利處、警務處 各個同事和高院處都看到來 現場也有我的同事在做法局 在做救援的功夫 我們會盡一切能力 一方面你加入我們希望他能夠舒服一點 受得多安慰 我希望大家在那裏鼓勵他 給他多些機會 我們能夠從他發展重新、重建家園 我們會重新的目標來做 香港天堂記者文家豪報道 示範在冷藏一點幾 在馬頭圍告 前後的堂樓登記錄 從觀眾的片段可以看到 動臺樓倒了之後 周圍都塵土飛揚 什麼事? 警察和消防立即疏散在現場的市民 從多個角度觀察 旁邊未倒的部分已經千瘡百孔 事發暫時確定造成三死兩傷 死者包括兩男一女 其中兩名男女的死者分別是41及40歲 仍然有一名79歲的老庸留依 情況穩定 洞倒塌六層高的堂樓 已有超過50年樓齡 事發前 屋宇署已去順要求維修 香港天樂記者梁一林報道